大家好,7月4日,星期四 在封面裏面有幾件事 又不可以投訴 投訴什麼呢? 其實是投訴你們,我是投訴你們 為什麼投訴你們呢? 首先有些讀者問,板主,這幾年,2019年到現在 你差不多全職做節目,或者做財經節目 其實對這幾年香港的形勢急轉直下 對你的收入或者台有沒有影響呢?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是沒有的 如果我不是看新聞等等 我不覺得經濟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因為譬如說Patreon、中國民心 我可以直接這樣說,因為沒有廣告收入 所以基本上對我沒有影響 主要就是靠Patreon去支持整個頻道 那麼財經方面呢? Patreon其實我估計有三分一的讀者已經不在香港 或者四分一是不在香港 當你說的移民的題材,你就很清楚了 好,你說財經的更加沒有影響 有很多讀者也不是香港 怎麼說呢? 最近我們四年,每個節目就加了三十元 就是每一個月 已經是蓋上了所有的通脹 你說人數其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差不多是第一年做,接著第二年 到現在為止,當然每個月有上落 但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就是對財經方面 但是我才聲明財經是分開的 我們一般的節目 其實就是主要靠Patreon 主要靠Patreon 為什麼我剛才會說有投訴呢? 大家知不知道加入Patreon的讀者人數呢? 大家可以留意香港財經額、地產小專家 或者中國民心等 有些讀者不說我也不知道 有時會有六萬view 一般來說都有四至五萬view 有時有三萬七八 有時有四萬五六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加入Patreon的讀者有多少呢? 我回答你連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其實我們所有這些節目 是靠不足夠一個百分之的讀者去支持 這就是我的投訴 老實說 對我的資金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因為這幾年,除了科網股爆發的那一年 美股的收入都是不錯的 都是不錯的 現在我還有整個 留住差不多三年沒有任何收入的錢 我都是不動的 那些錢是不動的 那些錢是不動的 我預算了三年 比較保守一點 預算了三年 是一毫子收入都沒有的 我都可以支持到支出的 但是投訴什麼呢? 就是說 有這麼多讀者是免費聽 但是沒有可能只靠不足夠一個百分之的讀者 一個月六元美金去支持 大佬 這個是不是有些說不通呢? 不是那個讀者留言 他又說我聽十多分鐘 但是我去到片尾那些事情 他又說得出 那麼那個節目過半小時 你都聽完 是不是? 我不是想說這些 就是說 我又不需要大家 一定要全部加入Patreon 這樣就發了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希望大家 全部人都幫忙 我也不需要你每個月 譬如說 不是叫請喝咖啡 是真的 我不是喝咖啡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大家一起去支持台 這個很重要 你說如果真的低於1% 這個是很難接受的 大家知道嗎? 你看回我們訂閱人數 六萬八千多 是1%都沒有 只有0.幾% 我這樣呼籲 如果可以多做一些節目 能力上我都會做 不過真的 你看到星期六星期日 我差不多是休息的 是的 因為太辛苦 想休息一下 有自己的時間 另外星期二 大家知道我也是休息的 就是說 除了收費節目之外 我就不做 所以問題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可以 譬如說幾個月 你給48元或者50元 其實對Patreon的讀者來說 是比較公平的 才是聲明 我的財務沒有變化 其實我的財務 在2019年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變化 其實我自己主要的收入 就是在股票那裡 真的大部分股票 不要說收租 收租那些 老實說 剛剛我昨天七月 就收到政府的稅單 有沒有這麼快 大佬 多快 我報稅是有早沒有遲 我交稅這麼多年 有早沒有遲 昨天七月四日 就已經收到稅單 你特區政府 不是真的沒錢 沒得這麼厲害 大佬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特區政府 不如 你早交兩個月 那你就給20%折扣我 我馬上去交 我告訴你 即是我們的財務 就比穩固 穩固 除非被打劫 那些沒得說 真的 我現在有三年多 我告訴你 其實不要說三年多 我接下來十年 我躺在家裡 我什麼事都沒有 告訴你 是的 接下來十年 不要說兩三年 即是我們保守 做事 不如我們特區政府 一會兒都會和大家說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Google裡面 沒有Superfans 他們不給我 簡單說一句 我們有PayPal 我們有銀行過數 Visa過數 什麼都可以 Patreon就這樣加入 就這樣付錢 一次過都可以 即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頻道 不要只是把整個頻道 你想想想 我一年都沒有說過 大哥 我不像有些人 天天都說 你請我喝咖啡 我財務上是沒有問題 但我真的要幫Patreon 那些粉絲 真的我要SALUT 真的要行禮給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支持著整個頻道 但不可以只是他們支持 大哥 對嗎 你一年的 譬如說你聽了 聽過一年的 喂 那就是每幾個月 48元而已 不會給不到 給不到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給到那些 大家一起 夾手夾腳去支持頻道 我覺得這樣是 對他們公平一些 另外當然 如果你加入我們的美股 我想你都應該很滿意 對吧 對嗎 即是你加入我們的 這個提早退休的 起碼現在你都沒有蝕錢 對吧 即是你跟組合的 你都沒有蝕錢 雖然只有幾個月 所以問題就是 大家是 夾手夾腳做好它 我不經常說這件事 其實我不經常說 因為 你問我 如果過去那五年 對我沒有任何影響 即是我不是 講香港的新聞 在香港生活 我都不覺得財務有變化 但問題是不可以這樣 對那群Patreon 即是那群粉絲是不公平的 即是他們是否真的想聽新聞 是的 但主要是甚麼 主要就是支持頻道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連1%都沒有 是零點幾 你知不知少得如何 是少到零點幾 只希望大家 我不是說一定要你給多少錢 多少錢不是 你給幾十元都可以 十元二十元 你說我當三個月 支持一下中國民心 給三十元四十元 OK的 沒有問題 OK的 這些沒有問題 你想想你三四個月 一個早餐錢都不用 或者一頓飯的錢都不用 可以令到節目繼續做下去 你們都可以繼續聽 當然如果你不聽 如果你很不喜歡聽 你就不要管 你都不會聽到這段 這是一個我少少的投訴 今天本來想和大家 講這個 Super Michael 即是美超微 今天香港有幾多這些 比較重磅的經濟新聞 有四宗 我想問一下現在香港還有沒有 我看到很多人 發送那些短訊過來 現在又有 那些WhatsApp群組叫你去炒旗子 教你怎樣炒旗子 怎樣玩牛熊證 怎樣玩大旗 拆小的小旗等等 你問我短炒 你不做大槓桿就輸你不死 當作玩玩這些 我覺得是無妨的 但問題是 現在香港 你說港股 還有沒有人付錢呢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沒有人付錢 就是說一個幾毫的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五六百元一個月 那還有沒有人付錢呢 我都不敢說 我都不敢說有些是怎樣生存 那我自己做人呢 就是我自己做生意 最擅長就是把支出壓到最低 我最擅長就是把支出壓到最低 這個是我的強項 沒有人可以把支出壓得低過我 就是盡量做生意的 不請人就不請人 我是那種吃過飯都想過的人 但是要用的支出我會用 要用的支出 我知道那個可以創造收入的支出我會用 但是我會很小心 我很小心 就是我不像 待會給大家看特區政府你就知道 其實 因為不是自己的錢 是不是 今天有幾個新聞 第一件事就是香港的頭兩個月的財赤 是吧 然後就是 昨天就說過了 印尼打算對中國的進口商品 徵收100-200%的關稅 第三就是 上海政府被傳 居然向寺廟借100億人民幣 最後這個可能影響香港或者中國最多 就是 中國會發行十萬億的特別國債 這個叫做無撓的印鈔 會不會引發債市或者中港的金融風暴 也都關於人民幣呢 待會我會和大家說 其實香港的經濟還能夠頂多久呢 對嗎 我們待會也會和大家一路跟進去 這個鑽石狗組合曾經創新高 曾經去過239% 現在是238% 美銀組合真的創新高 118% 文章已經上星期放在網節 今天就不再放了 今個星期就不再放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我們7月份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這個就是我們的封面 1234 即是四個主題 一會兒會說 下面大家看到這個 昨晚我看到 有些網民已經當場客宅了 這是一個城市 在中環海濱 你想不到它搞出來 怎麼這麼像那些霧原 你真的嫌香港死不透 我們看看它的城市節目是什麼 它叫做充氣世界奇觀 即是全部都是一些催氣公仔 不過大一點 你看到左邊那個有13米高 它說晚上會有不同的顏色 晚上會變色 但是日後你一看到 其實真的不太老禮 其實真的不太老禮 全部都是一些世界的奇景 簡單說一句 譬如右邊的 看到那個比薩邪塔 不過現在香港已經夠邪 跟著有些金字塔 等等 其實你最大的問題 你用一個白色 就真的有些問題 就是差不多 大家知不知道白色是什麼 在中國人來說 就是有白氏才用白色 中環是金融中心之地 金融中心之地 金融中心之地是火地 火地是什麼 火地當然是紅色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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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火和水都是旺去的 那你做一個白色的 就能夠釘 真的 真的能夠收皮 好 這個也算了 你看看這個 即是你幾次這個霧丸 是嗎 你後面那棵東西 更加 更加像 即是你怎麼搞呢 這個就是 復活節島裡面的 那些摩埃石像 是不是澳洲那個 因為我老婆去過看 即是上一年 但他說有幾個石像 都看不到 即是被水浸了 那麼 只剩下五、六個看到 這個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你做個白色 一看 即是當場的心都來一來 即是你嚴重還死得不夠快 真的不知道哪些人做的 你做個別的顏色 黃色、黃色、藍色等都好 藍色都不好 藍色都不好 黃色、橙色、綠色都好 你做個白色 一個個擺在這裡 那麼右邊 即是又有個摩天輪 後面呢 整個這樣的東西在這裡 什麼風水都掛了 是不是 即是不知道 我們先重溫一下過去那一年 最主要我們中間說推介的地方 即是股市的成績是怎樣 道指在過去那一年是升了14% 這樣就升了5000點左右 那納指厲害了 納指在過去那一年就升了31% 這樣就升了4396點 那麼納指已經是站在18000點上 好了 那麼日經就站穩在40,000點上 過去一年就升了22% 其實最強的就是台灣 台灣過去那一年是升了37% 升了6300點 那麼我們稱為轉世靈童的印度Sensex 在過去那一年也都升了22% 即是總共升了14881點 那麼我們的行指就是偉大祖國遙遙領先 那麼又怎樣呢 那麼在過去那一年是跌了7% 即不是跌了7點 是跌了7% 即是跌了1427點 即是他也是遙遙領先 不過是向下而已 那麼我們先說一些新聞 那麼跟著我們先說那四大主題 我們上星期是賴過過的 那麼就說 港交所建議下調 即是跳價 跳價的那個幅度 那麼去到9月20號 那麼咨詢期就結束了 其實他做這件事我覺得都挺無聊的 那麼現在就第一階段了 即是10元股價至20元 那麼如果你跳一格是兩仙 就跳一仙 那麼20元至50元 如果你跳五分前 即是五仙就跳兩仙 即是我不知道這些對股市的成交有什麼幫助 好了 第二個階段 就五毫指到10元的股價股票 那麼 那麼原先是跳一仙 現在就跳五分 即是我不知道這些是對股價會有什麼幫助 即是我不知道他做些什麼來做什麼 你不如不要跳就行 他跳的價位一年之後才騷出來 那就更好 即是沒有意思 那麼另外在過去幾個季度裡面 其實這個ATM三巨頭 即是以前叫巨頭 現在叫漆頭 騰訊、美團和阿里巴巴 就是用了很大的力度去回購 那麼回購最多的是阿里巴巴 用了452億港元 好了 好了 美團呢 回購普通股 那麼 美團和騰訊就沒有說 但是我想也力度也不小 那麼大家看看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阿里巴巴巴 阿里巴巴用了400多億回購 最後過去的一年 估計是大跌12.8% 如果他沒有回購 我估計是跌足兩成 過去的一年 如果他沒有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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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想想他的股價會有多少 這個呢 聽了是令人發笑的 上星期 就是經文聯 經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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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希望用這個北部 就是你的北部都會區 究竟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又說建住宅 又說 又說建交野公園 現在又說做這個 新興產業基地 做半導體 那究竟你想做什麼 這個北都 根本上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錢都沒有 那又說不如我們 我們打造一個半導體的業務 就是半導體員 那樣 那又說 現在有個 香港有個微電子中心應用 科技研究院 香港有什麼能力可以做半導體 我想問一下 你可以做包半導體那個膠袋 或者紙袋 或者一個盒就可以 根本沒有可能的事 其實現在是 但是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怎麼做 德國爛地 是沒有東西的 你沒有人 沒有科技 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做 最嚴重的是什麼 你沒有錢 你的地有用嗎 這些真的是講 國家講的生產力 他就講生產力 他就講生產力 對吧 你聽來都多餘 香港是沒有科技 告訴你 這個也是一樣 現在就說 我們的科學員 或者是西九 不如用來做物流中心 西九不是用來當年林鄭說 宣揚國家的中國文化 我還記得 當時開幕的時候 林鄭這樣說 一定是 那些人來參觀是 村流不息的 作為中國 一個很重要的 展出中國文物的地方 為什麼今天會想著做物流 沒有錢 沒有客 這些多鯊魚 你還看回 有的 有的 全部 開幕的時候有的 你自己看回 那時候是 我當時已經吵架去 你香港 你現在很多人去買東西嗎 全世界有哪個地方 將香港作為物流中心 除了你自己和南部少少之外 你西九又說做物流中心 一會兒又說展出故宮文物 一會兒又說賣地 一會兒又做文化演出 那你現在做什麼 你這個西九現在是 沒有錢 最簡單是關燈 什麼都不用想 有人訂的開場 是的 譬如你一個星期 我開兩天的 我覺得這樣更簡單 你問我最簡單 現在全部都解僱了 找個主任來 接著一個星期開兩天 就是這樣 再看情況再下去 無謂浪費這些錢 你現在做什麼 全部都沒有用 全部都是廢 你跟著那個 啟德的體育園 最後都是同一命運 那我們就說回 封面的四個新聞 就是最重要的 好了 第一個 香港 剛才我有沒有說到 我昨天就已經收到稅單 昨天 昨天我就收到稅單 哇 我沒試過7月3日 就收到稅單這麼早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哇 你特區政府真的窮得這麼厲害 雖然第一期就11月才交 今年財政年度由4月開始 那麼 4月 5月 6月未至 特區政府的赤字 已經是775億了 已經是 頭那兩個月 有數的 那麼 頭那兩個月的支出是1206億 但是收入只有509億 那麼你一減就知道財赤多少 還有 那麼你政府呢 你要還那些債券的本金 以後都會一直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這1、2、3、4、5年 政府是不斷發債的 譬如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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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什麼什麼債券 什麼什麼債券 等等 那你就不斷要還那個 即是 它到期的 它的到期 你有時間計 譬如說兩年 那你就到期 那你就要還那個本金 就78億 那往後你一兩個月 就會有一次 那你一減1206 減了509 再加回78億 那就是說 頭那兩個月 香港的赤字是775億 那就是一個月呢 是300多億 那你說會不會 一年4千多億 那就是不會的 那它現在的說法呢 大家都可以背的了 哦 因為未去到較新鳳稅 或者是印花稅 就是這些是廢話來的 之前陳茂波還說 喂 我們那個借錢是收入來的 那這個是收入來的嗎 為什麼你的收入要還回78億給人呢 就是我知道陳茂波 他不會不懂 大哥他做會計這些怎麼會不懂 但是你也不要當市民是傻的 既然你說那個 就是借發債是收入的 那你還那些78億是什麼 為什麼要還錢給人呢 那就是負債 是吧 他就不會說一年有四千幾億負債 就不會的 但是問題呢 你見到他是一直這樣發債 發債是很古怪的 發債就好像上癮 那樣的 因為你的利息會越疊越多 就是現在已經說了 明年第一季發的債就已經是千二億了 那你看到特區政府的財政是完全沒有改善到的 那為什麼不節省這三百多億呢 每個月三百多億能節省嗎 節省到 是節省到的 你首先搞清楚一件事 公務員如果減薪 有一些不需要的支出 譬如西九等等全部全部都減掉 全部減掉 公務員減薪 剛剛讀者問我 喂 公務員的長縫是怎樣 很多事情都可以節省一下 就節省到三百多億了 一個月 節省不到三百多億都怎樣 節省到最少百多億 不過他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這樣做 你看到的 現在是 沒得騙的 有數字看的 是吧 剛剛還要加 還要加百分之三人工 還要追加 那你沒得搞的 就是你唯有穿爆的波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大家不要以為 現在特區政府還可以增加收入 他沒有收入 現在是 他哪有收入 他都沒有收入 誰跟你做生意 立即我們看最重要的 李家超說 和東盟這麼沒有關係 大家抱著 東盟最主要有十個國家 給大家看回網上 即是拿出來的 不用記的 文萊 Cambordia India 魯窩 魯窩很小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和越南 我記得的人口 東盟總人口大約是 6.72億人 我記得的國家人口 印尼 2億7千萬人 馬來西亞 3千7百多萬人 新加坡 五百多萬人 越南 九百多萬人 即是說 其實東盟裏面 最大的國家人口 就是印尼 差不多接近 四成半 現在印尼就說 不好意思 你中國進口的商品 最多我收你 兩倍關稅 即是不用玩 那你李家超 和印尼 比打拼 你收不到封嗎 那你說 不是 他對中國收 不是對香港收 那你就嘗試 扮鬼扮馬 從香港去 看看行不行 你可以嘗試 沒問題 即是你不怕魚的話 大家看到 印尼貿易部的貿易部部長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印尼將會由鞋類到陶瓷等進口產品 徵收百分之一百到二百的保障性關稅 那為什麼現在收 重啟保護國內產業的計劃 為什麼 因為 美國開始有訂單 擺進去印尼 即現時 他講得很清楚 他也不再隱瞞 他說明 今次加關稅 是針對中國的產能過剩 他說中國的產品 因為被西方國家拒絕了之後 就被迫將出口轉向包括印尼等其他市場 印尼一定是1.0%人口最多 雖然經濟上升的速度沒有印度那麼厲害 但是他也是在上升 開始有些單 放進去印尼 印尼很簡單 你想想一件事 中國的產品這麼成熟 他現在不會做差一點的質量 印尼現在剛剛才起 你看到一件事 再給大家看其他行業 我特意介紹他 這個就是 剛才的Yahoo 這個就是香港01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 美國可以對中國進口陶瓷 或者服裝徵收200%的關稅 他說印尼都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現在開始有外資進來 開始來開廠 你看他所說的產業 很明顯就是針對中國的 由食品到電子 化學品 鞋類 服裝 紡織品 化妝品 很明顯就是針對中國 他根本就不是針對你的電動車 為什麼 因為 印尼那些人 是不是這麼有錢 買到你中國的電動車 未必 但是如果印尼 白費代舉 現在開始有很多廠 把那些訂單轉到印尼 大家看到了 比如服裝 做鞋 做鞋 本來是誰做的 在中國預言最大的 十幾萬人我去過兩次 喂 如果你這樣傾銷了進來的話 那我還用不著做 你又便宜 便宜不便宜 我不知道 起碼一樣東西 我剛剛開始做 你做了幾十年 這樣的話 我一定輸給你的 那印尼怎樣抬頭 如果這樣 誰來設廠 對 沒有人來設廠 如果這樣 你的行業 怎樣可以解決這個 失業問題 解決不了 唯一方法就是怎樣 一刀斬下去 即是說你的貨物不要來 我們做 我們自己做 就是這麼簡單 有原材料便和你賣 你賣就賣 不賣就算 你看到他講得很清楚 如果百分之二百的關稅 你根本沒有辦法補貼 是沒有可能補貼的 百分之一百你還可以補貼 所以你看到他最高是二百 即是說 我看看你補貼多少 總之一件事就是 我完全不要你的產品 可以入到來 在我這裡做 你不要來別人來設廠 你一出流進來 外資怎麼會進來 用什麼這麼辛苦 教你怎樣做 去做衣服 那你中國的快事上流 都會進來 怎樣做 即是你的東盟便玩完了 其實 你半個東盟便玩完了 對不對 即是你不會去搞柬埔寨 柬埔寨很小 你失去了印尼這個市場 即是沒有了半個東盟 那你李家超跟別人好朋友 是不是 收不到封嗎 第三個話題就是 上海政府 缺錢 缺到要向這個寺廟 臨時借一百億人民幣 用來做周轉 當然 這個 即是上海市政府就立即辟謠 就說 不信謠 不傳謠 好了 但是呢 就立即封了別人的帳號 封了 所有全部封了 那現在別人怎樣呢 別人就在Twitter那裡 那裡登 那你就封不了 別人馬上轉到Twitter平台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大家都明白的 在國內 就是 你想想一下一些寺廟 當然不是我們平時說 遷香油那些 那些 有些人是捐很多錢的 捐很多很多錢 有很多的 真人 其實他是很有錢的 分分鐘 就是 在美國的戶口 有過億美金 但是 當然 就是 善信捐給他 不代表他是一個 壞和尚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問題就是 這些寺廟 如果向來這麼有錢的話 究竟這間寺廟 就是華氏那是誰呢 我們不知道 其中有一間叫做 政安寺的貢獻最大 就是貢獻了48億人民幣 這個 上海市財政局 立即走出來 就說 我們沒有問題 什麼事都沒有 我們平穩有序 立即就刪貼 刪貼 封號 全部都是 這個就是 Boss Mile 即是經濟一周 就登出來 你問我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現在大家都要明白 上海 老實說 很多地方 都是吉祥 吉 東西仍然這麼貴 但是 很多祥都已經很冷清 特別是 你不是最旺 例如徐家惠 好像說徐家惠都弱 徐家惠都弱 市政府也沒有收入 那怎麼辦 唯有怎樣呢 唯有打這個寺廟的主意 因為其實寺廟是很有錢的 一般來說 例如香港黃大仙 是可以很有錢的 黃大仙 你想想 這麼多善信去捐錢 錢可以多到怎樣 我甚至懷疑 可能 一個政府部門 都不夠黃大仙有錢 多少善信去捐錢 遷香油等等 所以共產黨打主意一點都不奇怪 甚至你說 他打全國的寺廟主意 我覺得都不奇怪 沒有什麼特殊 這個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上海 北上港深 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 其實四個地方 都全部淪陷了 已經是 整個經濟已經散了 接下來我們講一個最大的主題 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中國的財政部 打算做一個無寮的印鈔 發行 兆就是台灣的用語 兆就是萬億 十萬億人民幣特別國債 好 那你說什麼叫做無寮印鈔呢 簡單講一句 沒有基礎一些東西 譬如說 以前的金本位 或者香港 你有1元美金 印7.78元的港幣 這個就有一個依據 在這裏 美國就沒有了 即美國以前是金本位 那金本位 他又不跟 那美國是否可以胡亂地印鈔呢 也不是的 即他又要 當然你說這個財政部是有權的 但他也不可以胡亂地印鈔 即他也是要根據國家的環境才可以這樣印鈔 但中國就不是 中國一直都印人民幣 一直都有印的 以中國的規模來說 亦都不需要說什麼金本位等等 亦都不需要 你說他需要的 都是一些他自己和自己的承諾 其實你說有沒有金本位 這個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國家自己有沒有自律 對不對 我不管你有罵也好 沒有罵也好 你都要量入為出 譬如說香港的 你說香港就最清楚了 是的 他是跟著聯繫匯率去做 但是你看他的支出 你頭兩個月都已經是赤字了 那你還加工?公務員 對不對 你公務員加這麼多工 好老實說 你現在想的那些 哎呀 加那些車牌啊 喂 你們那個急症室要加 加一些學費等等 根本上沒有可能能夠避免到這個數目 但是他正在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不解僱工的 國安又要加 4000警力我又要出 出嗎? 是嗎? 但是我又赤字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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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知道做的事情是沒有用的 好了 在中國來說 其實你這樣做 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的最大問題就是 他是去問 工行 油柱行 你借個國債給我 然後我用來沽 沽個國債出去 好了 問題 現在的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他三十年期的國債 本來一百元的票面值的國債 現在就一百十一元 好了 但是債息就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這個問題 他問不問 這個工行或者油柱行去借 這個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你沽了之後又怎樣 那你要買回來的 那你買回來的錢是誰的 那些錢又是印的 就是現在中國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問回 這個工行 你記住 他無論做什麼 七月中 就開三中傳媒了 你現在做這件事 是無助於中國的經濟 只不過 那些國債 那些人就沒得炒了 沒得炒了 為什麼會炒國債呢 因為所有的舊市措施 的錢都是流向於國企 那他就拿錢去炒國債 然後還最少的息 然後拿錢去炒國債 那我問工行和油柱行去借國債回來 然後沽它 那你的國債就輸到媽媽都不認得 好了 但問題是 他輸不輸是第二回事 那你那些債 沽了 那你要買回來 那錢從何來呢 那錢就是印出來的 其實簡單講句 就是自己印自己買 那這個是今早上的新聞 那大家會看到有一個中金的三十歲女員工 那就是跳樓自殺 那就是怕人工降低了 那還不起新屋的房貸 那簡單講句 就是中金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那據報人工一年就六十九萬 就是差不多是六萬元人民幣一個月 那三月份老公又降身 三月份出現精神彷彿 就是因為他去年買了一個上海外灘 超過一千萬的房產 那我就不覺得他因爲這一千萬的房產 而要跳樓 就是說現在人家倒查你們三十年 為什麼 你六萬多元一個月 你可以得到一個借貸買一間一千萬的房產呢 你交首期要多少錢呢 你兩成啊 你都要交二百萬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倒查三十年 你中間有什麼股幻的東西全部穿出來了 我当你不用坐牢,你放在银行那份钱,我想有99%会归零,还可能查你和你老公 但如果他死了,就可以保住某些人,不用查,断了线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他供不起楼,供不起楼只不过是第二个原因 这是我估计的 我们接下去,中国人民银行会发行10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 有没有捞印钞,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懂不懂截债 你乱钩地印钞的话,不基于香港也是,香港也有联合汇率 现在就搞成这样,有又没有又怎样,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抓旗的人,是不是知道分寸,知道进退 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要明白,他现在这样印发钱,为什么没有通畅 因为钱没有流出去,全部在国企里面转来转去,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国企,你不断有债费,你印钱去还,还了个息,你的本金没有完结 你还发行什么30年,50年期的国债 你说要还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死了,我会死了两云 你看看,只要央行买入国债,无论在国债一级二级市场,都是无留印钞的开始 简单说句,人们怕你这么多钱去涌入市场,那就不错了,基本上不会 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印的钱,是没有流出去的 他只不过在国企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是这么多 市面是不见钱的,我妈妈以前经常说 她说,来了香港打工才见钱,在中国不见钱的 从来都见不到钱的,就是找粮票换米,换地瓜那些你自己种的 换米,换几两肉等等 他说,十年在中国都没见过钱的,是来到香港就见到钱 上班就见到钱,是这样的 那些钱就在那些国企,那些央企里面转来转去 从来没有出到实体经济里面 但是代表没有事呢?不是 那些外面就一路这么执行 一路这么执行 那你那个国企拿着的钱,就越来越不见势 那我已经录了patreon 有读者就传个email进来问 现在香港经济开始萧条 还有很多公务员是吃长粮的 那一定有读者立即说,没有了,很多没有 我认识的那个不是人吗?是有的 有两类,一类还是吃长粮的 一类已经吃了长粮很久 因为我有个亲戚还是吃长粮 因为我有个亲戚还是吃长粮 刚刚是上年退休的 有读者就传个email进来问我 他说,那现在怎样呢? 他很害怕突然间断了粮 那就糟糕了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已经录了patreon 明天早上8点就会出街 不止 那又怎样呢? 这个央行要求承销团 重报星期五 即是说未来的星期五 继续发行三十年期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多少? 五百八十亿人民币 谁买呢? 自己买 还有人买呢? 即是除了你担心口 担腾讯、阿里巴巴、国企 那类之外 还哪里有人会买你中国的国债? 五百八十亿 三十年期的超长特别国债 另外财政部 下周三 这是七月三日的新闻 在香港再发行九十亿人民币国债 你看他缺水缺得多重要 谁买呢? 特区政府买 或者找那些外国商人陈启中 成哥 成哥不是好像在盐田港被人发现了走私一个军火吗? 我昨晚看到新闻 好像说盐田港不知道是否意大利 发现了他走私一个军火 是帮俄罗斯的 所以我之前说 就说 长和 百分之九十 已经是控制了 你说不是 人家走私而已 李嘉诚也不知道 那你说是不是就是了? 我没什么所谓 你说是不是就是 你的海关不查? 你自己的搜索不查? 你自己的搜索不查? 是吧? 上次 就是那个 是不是 芬兰 忘记是芬兰 还是波兰 不让美军去停泊 这个你可以当作个别事件 这次第二次了 又关李嘉诚事 又是个别事件? 怎样信李李嘉? 对不对 没有人信你 你全部被人鞭痛 是吧? 第二次了 什么时候出现第三次? 是吧? 这四个问题 其实都可以反映香港和中国的经济已经破坏了 已经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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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没办法的 大家要真的为自己做好打算 是不会好到的 我们昨天也说过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真的要为自己的财务打算 最简单 比如像我这样 我做的不算业务 只不过是读者订阅一些网上的财经资讯 已经不发生在香港 很多事情 就好像没什么事 当然不会赚大钱 但也可以维持到生活 是吧? 你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 咦? 有什么问题? 比如跟通胀的 我收入和几年前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多又没有什么少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打工或者做生意 你会感受很深 因为你的工作可能没了 你的收入可能没了一半 就是这样 欧盟的报告说 中国扶持半导体业 会冲击欧洲晶片製造商在中国的份额 我反而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中国做不到最少 就是用没有最先进的晶片 那他就用一些没有那么先进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欧洲的晶片製造商 你真的还可以卖给中国吗? 你卖给中国 不就是卖给俄罗斯 就是用来打回欧盟 是吧? 那没关系的 你就跟美国佬 美国佬现在都转向引渡 是吧?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你说汽车那些 就是你欧盟自己 就是以前的默克尔 自己自挖坟墓 这个是吧? 那你整班欧盟 跟着这个肥婆 自己扔到坑那里 这个就不关人事了 是吧? 中国就说什么晶片大跃进 大家中间都听过了 这间吴星半导体公司 就拿了400亿 就是它是400亿的企业 大家记得2021年 2020年 一开打贸易战 就说我们要自强 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心 全部都自己从来没做过晶片 就去注册了 它是 好像在后面那一页 它是2021年 才开始做的 那做来做什么呢? 很简单 做来拿补贴 它本身就是一个 400亿人民币的企业 这间吴星半导体公司 最近连66万的工程款都拿不到 但最大问题就是上海官方帮它清盘 就是说它欠你的钱 不会再有得还 补贴它就拿了 就是这么多 中间还说招募三星台积电 这些全部多余 台积电在台湾的股价 已经过了一千台币 过了一千台币 很厉害的 还说 吴星半导体是两个总额 400亿人民币的重磅项目之后 公布了 才成立的 时间是2021年7月 是1995年出世的 吴星电子集团 张家梁 左边那个 他是95年的 但他2022年 列入债务人的黑名单 居然是一个掌桌人 简单说句就是白手套 最简单说就是白手套 最简单说就是白手套 你借钱给他 带了款给他那些 就没有了 另外说回香港 几个新闻 今天就完了 明年 这个 立法会 根据 第三 决湖二的条例动议 有关决议案 已经过了 10月25日刊献 明年 香港会征收酒店房租税 酒店房租税多少钱 就是3% 坦白说 你说对中小型酒店造成有没有影响 一定有 你说可不可以加些客人 当然不行 你还加 你看看 现在 大家 刚刚过了 譬如说 五一 大假期 又没有听话 那些酒店是加价 听你也没有听过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重点敢去加 其实没得加 那就自己硬了 那3% 对特区政府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每年会 会收入多11亿 是吧 另外大家知道 这个OpenAI 原先的金主 就是微软 但是现在 苹果 苹果 苹果呢 他现在就拍这个OpenAI 就没有拍到Google的Drami 当然 苹果 拍了这个OpenAI之后 就是大客人 所以他也可以进去 OpenAI公司的董事会 做观察员 大家要明白 苹果最近的股价升 不是主要跟AI有关 主要就是苹果 是离开中国 因为富士康 在走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富士康是不会有个 画视权的 背后的画视权 一定就是苹果 那这个Tim Cook 会不会画视 都不会 最后就是美国政府 好了 问题在哪里呢 大家都明白 过去那一年 苹果在中国的销售 一直跌 我不管它是政策 或者人们的经济问题 总而言之 它在中国就没有运行 好了 现在富士康走 开始在印度加大投资 或者越南 就是代表苹果走 那苹果由一个向下跌的市场 去一个向上升的市场 市场就是衷敬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你现在这个印度 一个月强过一个月 越南也是 当你慢慢有钱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买得起 市场就是向前看半年 你在中国的 它越来越没钱 你做来干什么 我当它开放了所有的政策 那些人都没有钱买 那你看个股价就知道 就是说 那些人觉得苹果 叫富士康移去这个 印度 或者是越南 是一个正确的 对公司盈利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 OpenAI反围是其次 现在在中国来说 还有富士康的 但是当然 譬如郑州那几间最大的 已经是没有了 没有了 不会零的 就是最后这个富士康 只不过是一些 不是最主要的产品 在你中国做 譬如耳机等等 你说最主要部分 最先进的 你看到富士康 是连间厂都不要的 是的 我在YouTube里面 有些设备都放在这里 因为你中国拦住它 不让它走 它连间厂都放了 就这样就走了 整间厂就空了 郑州有两间主要厂 空了 附近就变成了死城 你不要看它聘请四五万人 它辐射出去是可以养起整个阵 已经玩完了 那些消费 洗脚梅 打骨 全部都没有了 最后这个快时尚 中国就在想 喂 你美国阻碍我IPO 那我就上这个伦敦 好了 伦敦英国人权组织 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 这个组织 指责中国快时尚品牌 在新疆的棉花供应 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 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即时阻止它一律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正常 我们做了中国水这么多年 坦白说 有哪些棉花是跟新疆没关 你告诉我 有多少棉花是跟新疆没关 我想是没有 现在在英国 你有个人权组织 你没有可能 做到这个 没有可能 给它上市 如果涉及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所以 你看快时尚 又扮到自己在新加坡公司 你看他当时11月去年 向美国证券交易所提供的 是秘秘密密地 把IPO在地上伸进去 是IPO 提一提 是这样 但是美国的交易委员会说 没有秘密 你一定要公开申请 一公开 美国立刻说 我现在要查你 直至到申请获批 他才披露 但接着就被美国参议员立刻 立刻判他 立刻说一定要查他 他已经知道没有 立刻转到伦敦 伦敦人权组组织 慢着 你种族灭绝 新疆棉 我立刻申请法律行动 不让你上市 你觉得他在伦敦上市的机会大不大 你觉得他在伦敦上市的机会大不大 接着你就立刻会听到 快时上保留在香港上市作为后备方案 你在香港上市 哪一个买你的IPO 对不对 可以 你自己买 是吧 或者你扔心口 我就不会买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现在差不多是过街老鼠 人人哭打 你口明显就是 国家补贴 你卖过去美国 喂 英国 几元一件衣服 不是说笑 几磅一件衣服 几磅一件衣服 连邮费也不用 那别人英国不倒也挺难 还给你上市 就是他就好像那些 水疾那样 在你身上 吸血 他不止抢你的客人 还要在你股市里面吸钱 你当别人英国佬今天是傻 还给你上市 对不对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是下午2点13分 港股涨17点 17,996点 成交很低 647亿 现在的离岸人民币是7.3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钻石九组合 曾经创新高达到239% 现在是238% 美银35万美元投资仓创新高达到118%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午3天的社交达到129% 昨晚的道指跌了23点 收39,308% 纳指创新高,18,188点 昨晚升了159点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不记美股7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7月份 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的我就不重复了 收费的只有两项 你现在听着香港财经业务 美股财经业务就是免费的了 收费的只有两项 YouTube投资不记和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我们两类型节目的收费 大家看看营光幕我就不重复了 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不变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是星期四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我们地产小专家 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by bwd6